很多小朋友都不懂分小禮琴G線的四粒音 我們首先看看這裡 五線譜下面加了幾條線? 答我 兩條 兩條線 加了兩條線的則只有兩個情況 一個情況就是這個音 這個音叫什麼音? 最低的音 小禮琴最低的音叫G音 第二個情況就是扎著一條線 這個是什麼音? 這個是什麼音? B A 之後兩條音很簡單 都是加一條線的 一條線的是什麼音? 不知道 G,A,A後面是誰? 數手指 B B B再高一點是什麼音? C B和C是一條線 G和A是兩條線 這個是什麼音? 什麼音? 什麼音? A 對,兩條線 這個是一條線的 即是B和C 什麼音? B 對,那這裡呢? 你先答我幾條線 兩條 兩條,即是G還是A 什麼音? A 這個呢? C C 多少條線呢? G B G 那這裡呢? 多少條線? B 對,是B 好,這個幾條線 先答我幾條線? 兩條 兩條是什麼音? 所以是B 所以是G 好,還有兩個 這兩個是一樣的 什麼音?這個 多少條線? 一條 B B B,你先看看B 原來B沒有被人穿著 C才被人穿著 這個是中間C 一定要記住 B 好,回家做這兩條線 OK? OK?